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实体的纸本书 电子书 还要加上诱声书 整合的发行 成为现在出版市场上面的新趋势 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对于整个出版 或读者或听众来说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好 中正一路 这是资深记者吴嘉靖的作品 马上要来发行诱声书 我们跟嘉靖来聊一聊 这本书整个记录跟出版的过程 嘉靖你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吴嘉靖 首先就是丰富的记者生涯 让你在这本书有了非常精彩的呈现 要不是有嘉靖这样的功力 其实在这样的书籍的传述上面 是不可能有这么亮丽的成绩 先聊一聊你当初在记者生涯 大概做了什么样的历练跟准备 能够把这本书发挥的这么好 谢谢若垂大哥 我跑了20年的记者生涯 那几乎就是横跨医药记者 隐居记者跟财经记者 哇 好多元的领域 是的 谢谢 然后因为其实做记者的关系 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还觉得 做记者真的很符合我的天性 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就立下的志愿 后来呢觉得就是我每天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的个性是属于求新求变 而且没有办法只有做一件事 那因为当新闻记者 我每天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很喜欢追求 事件背后本身故事的人来讲 做记者是天生的一个新闻笔 跟对自己的一个很符合我天性的工作 然后直到现在我其实是一个 现在大家都不看报纸 也很多人不看电视新闻 但是因为我们是20年的训练的结果 其实我是每天要看五份报纸 然后即使到现在我在吃早餐店的时候 我也要花一个小时把所有报纸看完 所以等于一天我大概要看三四万字 然后大概一天大概要看上百则新闻 所以说很多朋友形容我的话 他们会说我是 他们常常会说我是八卦女王 可能会说我是夏彪女王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故事女王 然后对我来讲 像小燕姐或者是娇哥 他们都会有这个资讯焦虑症 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是会有漏新闻焦虑症 对所以在资讯的收集跟收取的方面 我觉得对于记者的这个训练 对我来讲是很珍贵的 那即使到现在因为有累积像医药到隐居到财经的关系 所以当初肖中正的儿子肖院长的儿子肖乃章先生 他邀请我来写中正一路这本传记的时候 他们认为譬如说我因为跑过医药 所以我在写院长是妇产科医师的时候 我大概能够很清楚了解妇产科医师 他们是整个工作的生涯 然后我在写肖院长跟太太之间的这个夫妻关系 其实因为隐居记者很会挖新闻嘛 也很会套夫妻之间的肩铁齐身的小故事 然后呢再到了财经记者 因为整个医院要转型 需要跨长照 那在这个领域上面 我拥有财经管理的知识 所以在跟院长跟儿子在谈整个营运方向的时候 就能够很熟人 这个整个过程 所以我会说当记者的生涯 然后累积了多年经验之后 再把这样的一个挖新闻跟挖故事的功力 呈现在自己的文字上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本书 哇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这个是三十年磨一剑 就是把各领域各路线的跑新闻的经验 跟自己的专长整合起来 用在这一本一位医师的传记上面 写得如此是精彩 但其实在写这些传记文学之前 嘉靖自己也出过书 是投资理财方面的书吗 是因为我后来长期大概都是做财经记者 那我主跑的是金融金控路线 那因为做我这个人的个性 是我做我跑了一条线之后 就要留一个记录 所以其实因为金融业很庞大嘛 你有银行有保险 然后又有投信投顾啊证券 那所以说我几乎跑一条线 就写一本书 那过去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台湾都在还卡债 卡债满天飞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教大家还卡债 怎么跟银行谈判 之后呢我又开始教大家怎么样 透过基金钱滚钱赚钱 后来呢我就改跑保险路线 就教大家要怎么买保单 你不需要浪费这么多钱 买那么多张保单 真正的保单一张就够了 所以大概在长期以来 我其实都是以财经的这个 投资理财专家出现 对那一直到这几年 我才转到转型 变成传记作家 是所以过去呢 曾经有非常畅销的 三本投资理财书 那么中正一路呢 是资深媒体人 资深新闻工作者吴嘉靖 做的第一本最有代表性的 传记文学作品 讲的就是 萧中正医师一路行医的故事 那这本传记也讲到了 我们台湾整个经济啊 医疗啊健保啊 各种不同阶段环境的转变 那为什么当初 也就是萧中正医师的儿子 萧乃张先生会邀请你 当然一定是看到你的财情 才有这个动机嘛 可是为什么你会答应呢 然后听说当初是他跟你讲说 要送给他父亲一个生日礼物啊 是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是 2018年的冬天 萧乃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 请我帮他爸爸写传记 然后他说 事实上他们有很多邻居 或者有很多同业的朋友 他们都会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然后都是用 有点像国小同学毕业纪念册 一个人头 然后在旁边再写一些图文这样 可是因为萧乃张先生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医疗界的文亲 所以说他希望 他给他爸爸的生日礼物 是有文字很丰富的 记录他们家的故事 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认识的朋友当中 有出过书的只有我 所以他就跟我说 拜托我一定要答应他这个梦想 后来那个时候 我其实都是在写财经书嘛 后来结果觉得 这个很有意义的 一定要帮萧家完成这个想法 后来呢我就答应他 把他们家的故事写出来 变成他爸爸80岁的生日礼物 哇这也是吴嘉靖啊 这个迎接自我挑战的代表作 刚才提到了萧乃张 事实上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医师 当然现在负责经营管理的重大的任务 大家看中正一路这本纸本的书 或者是听中正一路的有声书 就会知道这萧家这所有的家庭成员 很精彩的故事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来聊一聊有声书跟实体这本书整合发行的新趋势 特别以中正一路这本书来做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里程碑 刚才谈到嘉靖接了中正一路这本传记文学的传述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大概历时多久完成 我们从2018年的冬天开始 然后之后在2020年10月上市发表 所以整整算起来差不多就是两年 两年的时间 真的 这应该超过你之前写任何一本投资理财书要花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是重点 中间的跟老太太老先生还有整个家族的这些磨合 那才是真正沉默的地方 哇听说刚刚开始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感觉到非常挫败 请问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 这个挫败非常有趣 主要是因为是儿子要送给爸爸的一本生日礼物书 然后儿子他其实非常希望我们这本书将来能够拍电视剧小说 因为爸爸一整个人就是代表整个台湾的医疗史这样 从民国60年一直到一直到现在100多年 这样子的一个40年的演变 真的可以拍成一部电视剧 所以当初我们在撰写的风格设计上是采用小说式的写法 小说的写法通常就是七分假三分真 那就是把三分的真实的故事 然后用杜撰的方式写成十分这样 结果呢老先生肖中正院长呢 他看了第一次出稿的时候六千字 他看到他矮小博士的那个六千字的出稿 然后全家人都崩溃了 只有全家人都觉得说 这个肖院长就说 这个不是哇这是瞎像 就是有关于比较戏剧性的部分 或者是为了故事的精彩度 有一点加油添醋的部分 那主角当事人他不太适应 是肖中正院长他觉得 这就不是写我啊 这是在写谁这样 整个人就他们就没有办法习惯这样 后来呢我就只好去说服了肖乃章他的儿子 跟他说既然院长不是很开心小说写法 我们要不要回归正统的这个传记写实写法 我们用第一人称去去交代 然后把他的心度转折 把他形容说服出来这样 后来肖乃章先生也觉得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直接从写实的风格切进去 所以这是整个很辛苦的过程 对其实当初是因为家里面的人呢 除了肖乃章先生之外 其他的家人都觉得很不OK 这个小说写法太可怕这样 所以整个转折了之后 这个大概又花了四五个月重新开始这样 其实对于一个记录故事 同时也要发展故事来说 要拿捏很多 一方面就是事实怎么样的去呈现 那第二个就是那情感如何的深刻 那把事件跟情感编织出来 它才会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 但比较难的就是像我们如果自己来创作一个小说 那我就是这所有故事做决定的人 我有百分之百的决定权 要让这个主角在遭遇到什么事件之后 产生出什么样的情感的反应 做出哪一些人生的决策 但身为一个传记文学的传述者 其实还要忠于这个当事者 他对于这个事件的记忆 他的认同跟他的看法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也幸亏加进担任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这么多年 所以从沟通 从处理这些问题点上面 都有自己足够的首年的技术 来完成这一份很重要的任务 那听说你对外常说这本书 是你记者生涯的全记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经过跑医药新闻 影剧新闻跟财经新闻之后 本来自己跑新闻的人 我没有感觉我自己这20年来累积 有什么功力在身上 可是后来因为透过了 这一本传记文学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生的功力 就活生生的在这本书上做呈现 我讲医药新闻好了 因为院长他是妇产科医师 所以其实我要看非常非常多 妇产科相关的医药的知识 跟整个医学会报告 然后再加上我必须要读台湾医学史 然后院长因为是中国医药学院毕业的学生 所以我必须了解整个中国医药学院的 开启的院史 因为他又是第一届毕业生 然后再来院长的老师是 当年最有名的这个徐千田医师 然后我必须读所有徐千田医师的报告 所以我觉得再来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讲读这些艰涩的医学名词并不难 因为我本身跑医药新闻过这样 再来后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要采访院长的家庭生活跟夫妻生活 然后我用医药记者 不要讲挖八卦啦 就是我们比较擅长去挖 去询问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 以及跟孩子的教养方面 我就发现很有趣的过程是 院长是男生 院长又是一个非常的专精的 技术很好的医师 所以从头到尾他讲话 或者是叙述故事 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其实一句话就讲完了 这样他一句话讲完我就写不下去了 但是院长夫人他会帮我补充 所有细节的部分 然后院长夫人常常会变成 我采访的主要故事这个采访者 因为他叙述当年的整个结婚的状况 还有李车他们是怎么样子 就是怎么样子去迎亲的状况 都鉴细迷遗 还有他生小孩的时候 怎么样遇到那个大水灾大洪灾 然后怎么样的经过了那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传记里面 透过不同的人的视角 可以去把它组成 拼奏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这本书呢 从我自己身为一个读者的角度看来 为什么是家境记者生涯的全记录 因为他有几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 一个家族 怎么样从这样的年代 一路成长到现在 从肖中正院长 他还是童年 后来学医 后来开业当医师 一直到现在进展成一个 医疗团队体系的负责人 执行长 总裁 这样的一个职称的变化 他大概就是台湾这么多年来 很多家庭变迁成长的缩影 那第二个其实有提到 我们台湾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 从44几年50几年一直到现在 台湾各个阶层的变化 包括我们校院长当初 比如说开医院选地址 那么对于我们台湾北台湾的 很多的地理经济环境的一些考虑 那第三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的转变 包括健保制度 对于病患跟医疗体系 带来了一些冲击 以及怎么样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 都在这本书巨细迷移的记录当中 让读者或让有声书的听众 可以生力其境地去了解这所有的变迁 是是是 我是伍洛权 今天请自身媒体人吴嘉靖 来跟我们聊一聊 这本书 还有有声书整合发行的新趋势 主要是因为他所专述的中正一路 有这本书 有声书一起的发行 透过他的亲身经验 让我们掌握这些出版的新趋势 也看到了这本书跟有声书 整合之后 对于读者跟听众 带来了一些精彩的效益 好 嘉靖 那这本书不论是纸本的出版或有声书的发行 一定都能够带给读者非常好的感受 那纸本书出版至今也一段时间了 出版之后得到什么样的回想 得到的都是满满的口碑的回想 其实看得见的回想是 居然就是后来有很多院长 他们都看到书之后来找我再帮他们写书 然后院长的儿子也是拜托我帮他们的爸爸送一本80岁的纪念礼物 那你应该忙不晚了 我好忙喔 但是我绝对要求自己不能再两年写一本 否则我会饿死这样 然后看不见的我认为比较感动的是 很多人会跟我说 他们本身不是医学毕业的医学生 读者 他们会反映说 看完了这本书之后 他们觉得就是整整的了解了整个台湾医疗史 他们觉得透过院长的这本书 好像就经历了整个40年的台湾变化 甚至我的一位老师看了我的书之后 他说他是一个看书看很快的人 结果他发现他就光是翻着翻着就站了半小时 就把书看了一半 所以他觉得我的写法或者是说故事方式 很能够get到他们平常的阅读习惯 是其实身为读者 我是觉得这本书 他的资料非常的详实 这一定是一个像嘉靖 这么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才能够搜集到这么正确的史料 不只是资料 我觉得简直就是史料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对于这些人物 他的碰到人生的困境 以及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困境的勇气 以及后来的决策 他真的就是非常深刻的同理 跟对于这些人性的观察 才能够把故事写得这么动人 其实你说一定要多么的戏剧的编辑 才能够变成影视作品 我看完这本书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这么忠于当事者的故事 但只要他的故事本身是够精彩 其实不需要我们刚才讲到 什么七分的迷传 那么三分的真实 我觉得就算他全部百分之百 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可是因为他很深刻 他就动人 那么多的精彩的画面 包括你说屏东的乡下 怎么去迎娶 那么当年的水灾 后来他们怎么样去服务这些病患 等等那些画面 其实已经非常足够成为影视作品 太好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也让我们看到纸本 尤其是传记方面的文学 跟现在的有声书的出版 或跟将来的影视作品 种种环环相扣的连接性 那肖家的人 看完你的传记文学的作品 中正一路这样的书籍 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回馈 其实他们全家都非常开心 然后写这本书最大的回馈 其实我相信很多一代二代 企业家们 他们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爸爸妈妈 其实大概已经半退休状态 但是儿子现在正在管理企业 但是两代之间 不管怎么样沟通 都是非常的 有很多很多 理念观念不相同的地方 那透过这本书呢 很多他们的子女们 会看到爸爸妈妈不知道的过去 譬如说他们就说 譬如说肖乃章先生说 哇这本书让他看到他很多 他爸爸妈妈不知道的事情 在他们创业维艰的那个年代 所以对于肖乃章先生来讲 他会觉得原来过去爸爸妈妈 是这样在栽培他们 那对于整个企业来讲 肖家的感情 就会落在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譬如说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在想这本书的书名 那我希望他们全家都能够做讨论 所以几乎有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在聚餐聚会的时候 就一直在动脑啊 绞尽脑汁 一直在想到底要叫什么书名 又不要太雅 也不要太俗气 最后是由他们家 非常的文青代表 就是他们的弟弟 肖燕章先生 他一方面是医师 他又去考了一个新闻研究所 他有一个记者梦这样 最后这个中正一路 从医师到总裁 就是肖燕章先生取名出来的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 我好爱这个名字 燕章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师 他是 他是林口长根医院的知名 整形外科专家 专门做笔整形 而且是国际知名的 享誉国际的一个外科医师 其实这本著作 肖家仁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明 包括肖中正院长 还有他的夫人 他也对于子女 甚至集团里面的员工 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也对集团里面的员工 有了很深的感谢 在这本书呈现的巨细迷移 对于肖乃章先生 我自己身为读者 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学习教育 都有他自己的主张跟看法 那么到国外去求学 也拿到很好的学位 当初我是在波士顿 2000年的时候 我去波士顿念书的时候 然后就有很多学长 会告诉你说 在波士顿念书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肖乃章 他是整个台湾地区 最重要的keyman 所以大家六日的时候 都会到大家去烤肉 然后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肖乃章先生 那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饮水思源 而且非常把光环 给大家 他自己不鞠躬的人 所以后来他2000年回来 协助爸爸经营事业 他就舍弃了 他在美国的事业之后回台湾 然后一路的把这个 肖中正医院做转型 因为事实上从肖真正医院 他们这样的一个中小型医院 其实在台湾都倒了四百多家了 但是他们能够从三人医院 变成现在的三百人的规模 其实肖乃章先生占了非常大的功劳 我是吴若泉 今天请资深记者吴嘉靖 来透过中正一路这一本书 跟我们分享 实体的这本书跟有声书 整合发行的新的趋势 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了 他在传述这个传记文学新的 作品精彩的过程 刚才讲到肖乃章先生 你们其实认识的缘分 开始的很早 那么在这本书 虽然是记录的是父亲 肖中正医师 现在是整个集团的总裁了 他整个发展的一些过程 但是对于肖乃章医师 他现在在整个事业里面 或在台湾的家庭里面 办一个这样呈先起后的角色 这个角色也非常的不容易 既要能够让父亲 也就是上一代的很多的精神 跟他的理念能够维持下来 那也要开破一个新的版图 跟新的事业 我觉得这是台湾很多 我们所谓的中年世代 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 不论你是做大生与小生与一般的家庭或企业家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传承父母亲这一生最精彩的人生的一些精神跟智慧 我们也希望把这些精神跟智慧 能够启发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那我们把它做成有声书之后 嘉靖可以先跟我们聊聊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找若泉来担任这部有声书的颂读者 除了吴若泉主持人 金钟奖广播主持人之外 我们还能够找谁跟我们一起强强联手呢 所以根本就是不做二人想 您真的是太厚爱了 不敢当 其实我当初也是考虑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 那我一方面是被你的著作感动 那二方面我会觉得 其实在有声书位为风尚的这个时间点上面 如果我们能够来做一部比较不同的有声书 那对我来说就像你当初接受这个传述的挑战一样 我们知道很多有声书 他可能是由非常自证腔圆的专业的播音员或主持人来做诵读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好像带着一种所谓的声书 这个声书并不是在表演 而是说我们能够把家境自理行间里面的情感跟情绪来做一个传达 那我想说我试试看我能不能来做一个这个版本的展现 就没想到从开始录音到这整个的音档的编辑的过程 好像家境跟肖仙的家人都还蛮同意这样的呈现的方式 我们每天都在群组里面互相感谢说 当初为什么我们这么聪明会请到吴若全 这个我最心目中最感恩最喜欢的主持人 而且从你的而且我从热泉大哥的这个声音的表演 应该不算表演啦 但是声音的呈现当中我们完全的感受到就跟着你的声音 跟你的情绪进入到那个时空里 然后包括你你在念到那个小孩子要出生了 然后在那个在这边挣扎的时候啊 那种声音就让我觉得好急迫 然后就觉得哇哇就觉得太棒了 谢谢我们真的不是在互相吹捧 而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因缘的成就 他真的就是相得益彰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共同的人生的经历 就是我们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家境是从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自己出了三本理财书 那接了一个挑战就是帮一位仪师写他的人生传记 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那对若群来说就是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我可能主持广播节目做很多podcast 做YouTube等等 但我能不能去诠释像吴嘉靖一个这么精彩的文字的作品 而且还要把萧专政医师他的生命的故事讲得很动听 要忠于这个援助 然后在情感跟声音的准备 还有在分寸的拿捏上面要做到恰如其分 其实我老实告诉你我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的功课 要把你的书做非常仔细而深入的详读 那方面要去揣摩你书中所写的这每一个人 他的性格 他在当时的一些情绪或情感的反应 那也很谢谢这样的努力有受到吴嘉靖 还有这个萧家家人他们的认同 那我们现在有声书的出版 嘉靖有什么样的期待 希望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吗 当然是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踊跃的下载 踊跃的购买 然后呢把台湾 其实很多人都会在国外 鼠寒假都要回台湾用健保 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本书 让台湾整个医疗史 给所有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都能够了解 其实透过做有声书还有一个很深的理念 因为其实萧家的第三代 长期都在国外念书 事实上他们中文都看不太懂这样 所以其实萧哪章先生很希望他的小孩 也能够透过耳朵听的方式 然后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他也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批集到华人世界 甚至将来也很希望能够翻译成英文 给更多人知道 整个台湾的医疗有这么的这么棒的传承 是是 我个人的期待 就是其实因为多元媒体平台的兴起 让很多人舍弃了纸本的阅读这件事情 那么身为一个这么资深的作者 一直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因为纸本书透过文字 它可以传达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带来很生动的感动的力量 如果纸本书它逐渐在落寞当中 那我们能够透过有声书的出版 甚至跟实体书的重新的发行 能够带动一个风气 就是也许你在开车或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听 但是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触动到你 也能够吸引你去看纸本书的兴趣 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媒材是可以互相的辅佐 让它相辅相成 透过有声书来看纸本书 看了纸本书觉得听听看 若全颂读的有声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阅读的经验 这是我很期待看到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我想期待看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很少能够有机会 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 去看到整个台湾发展 这么数十年来的一些缩影跟变化 我觉得虽然讲的是肖家人的故事 但一定能够引起非常多读者跟听众的共鸣 最后我觉得这么精彩的作品将来很期待 它真的有机会可以变成影视的作品 能够透过不同平台 不同媒材的表现 让每一个人家庭的生命故事 都能够得到尊重 得到感动 得到很多的同理跟共鸣 非常谢谢吴嘉靖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 以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新的趋势 让实体的纸本书跟有声书的整合的发行 能够带给读者跟听众更深刻的感动 中正一路 从医师到总裁 谢谢吴嘉靖 谢谢 谢谢 我喜欢用亡 我喜欢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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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亡 亡 感谢观看